每晚来的物财 可以结尾的住手 摇滚音乐一下 台下挤满观众 随着节奏摇摆 现场气氛 嗨半天 这次上周末 连续两天举办基隆音乐机活动 吸引数万人潮参加 不过一条粗大黄金 还带有斑纹的蟒蛇 被好几个人高高举起 伴随着音乐上下起伏 有人趁机摸一下 有人吓到金黄失措 画面被民众po上网 引起了热议 活动现场有设置鹰眼 随时来了解民众 是否有一些脱续行为 那现场我们发现 男子携带黄金蟒 那行动派出所也有过去关心 那对方声称 他携带的是宠物蛇 那后续男子也已经离开 并没有对现场活动造成影响 市场府事后调查 市主当天带着饲养的 缅甸蟒参加音乐会 而缅甸蟒 是世界上最巨型的蛇类之一 身长可以达到7公尺 体重可以达到121公斤 因为容易饲养 是相当受欢迎的宠物 目前动宝法第20条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攻击性的犬只 那像比特犬或是很有攻击性记录的 那这种犬只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 应该要携带嘴套 跟1.5公尺的链绳 但是目前主要的规范人是以犬只为主 那一些特殊的宠物 比如说鸟或甚至是蛇 目前都没有做特别的规范 那中央可能未来会进一步去规划 这些特殊宠物的管理方式 那以现行的法规而言 动宝法第20条是指攻击性的犬只 动宝所表示 蟒蛇并不算攻击性的宠物 但是带他出门 还是人几人的音乐会 万一引起了踩踏意外受伤 四组就会被依动宝法裁处 如果蟒蛇太紧张或攻击民众 四组还会涉及色違法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